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望线告别舞台,学院风的肖战学长,撞上总裁风的王一博。 为无限荷兰望迹这两个占据了我们一个夏天的两个男人,终于要和我们进行告别了。 感谢青年演员肖战和王一博的亲情演绎,呈现给我们了这么难忘的一个作品。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两位主演肖战和王一博的这身穿搭吧。 这次两个人真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,肖战哥哥选择了清新的学院风穿搭。 而王一博弟弟则选择了牙匹霸道总裁风,站在一起的画面也是分外扬眼呢。 先来看看肖战的这身学院风穿搭,上半身选择了一件条纹白衬衫叠穿了一件蓝白条纹的小马甲。 蓝白的配色让整个造型给人一种非常干净清爽的感觉。 当然,这样的穿法也真的是非常的学院风了。 让肖战一下子就好像变成了林家学长一般,亲切又充满了少年感。 当然,这样学院风的搭配怎能少得了一根领带呢? 这次肖战选择了一根略带复古风的红色花纹领带。 一下子提亮了整个造型,抓住了观众的眼球。 再搭配上外面的这件学院风的大衣外套。 衣身多排扣的设计,又增添了一份层次感,整个一身真的是充满了青春活力。 肖战这身造型下身的搭配也是很特别的,选择了一条灰色格纹的休闲西装裤。 休闲的款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装裤带来的拘谨感。 给整个造型增添了一份休闲舒适的味道。 穿上这么一身的肖战,真的是又帅出了新高度。 学院风的肖战学长你们爱了吗? 再来看看王一博的这身牙匹霸道总裁的造型,选择的真的可以说是非常正式的一身造型了。 一件剪裁合身的白衬衫外面搭配上了一件黑色格纹衬衫,给他蒙上了一层裤帅身式的味道。 相比平时休闲装的他,穿上西装的王一博看起来更加的禁欲梦幻,真不愧是人间妄想。 和肖战的造型有一曲同工之妙,他们搭配的领带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单品。 王一博选择了一条细款的领带,由黑白红三种格纹组合而成。 给他增添了一份别样的帅气感,趁得他更加的酷帅有形。 打领带的王一博真的浑身充满了禁欲的味道,真的是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宝藏男孩。 其实外面搭配的这件黑色格纹西装的设计也很特别,用银色的丝线勾勒出了格纹的暗纹。 一下子让呆板无趣的纯色西装多了一份别样的高级感。 趁得王一博更加的禁欲酷帅,就像是书中的霸道总裁一般,气场两米八。